你的笑脸在我心间 无论聚散都却全恋 一场真情像孤雁 却给了我最美丽的缘 不知你能管 懂你悲欢 握着你的手 爱又相见 拆取你我心中的纠缠 我们一起把梦想实现 吃你冷暖 懂你悲欢 所有的艰难不再是心酸 暗静与幸福的那些碎黑 我永远都在你身边 我永远都在你身边 我睡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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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来了 什么事啊 我睡不着 睡不着啊 婶陪你聊聊天 您这么晚还未及呢 我这不想着睡吗 临睡前我是出来看他们一眼 这几天吧 我挺闹心的 咋了 跟婶说说 不是您的工作是归我管吗 可是呢 您的情况我又知道 工作又得完成 你说吧 我这一下就不知道 该从哪下手了 所以我就说过来跟您说说话 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就 这可怎么弄我就不知 难为你的 倩姑娘 真是 婶 婶对不起你 我也没办法 你看婶 没出息 也 也没个本事 也 也没个手艺 我就会养点鸡 幸亏我会养鸡 要不然我和清清吃啥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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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活呀 我知道了 婶 那您说如果我给您找到一个养鸡的地方 那你能搬吗 能搬呢 这次说搬迁的政策特别好 大家伙都这么说 是啊 我是没办法 你说谁不愿意住好房子 你看我们家这样 你看这一套 都想住新房子 可是没办法 我这是让鸡给拦住了 我不养也不行 我 我真是 我 我也为难 那是不是说 我给您找到了养鸡的地方 您就能搬了 能搬呢 我找着地方我就搬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 我们跟人家不一样 行 好 来 师傅 打听一下 这附近是不是有个院子出租啊 怎么这边下去有个大院 往这边拐是吗 你拐就到了 好 谢谢啊 不客气啊 看看吧 这院子还挺大啊 养鸡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了 这么大个院子养多少鸡不成啊 离新区还有点远 师傅 我觉得不大合适 我再找找其他的吧 那给您添麻烦了啊 哎 来 这个秦翠莲的丈夫啊 她还活的时候 虽然喝大酒 但是呢 她性格挺豪爽 为人挺大方 所以邻居啊 对她印象都不错 她走了之后呢 这个娘俩生活确确实实实 真是没法过了 所以她就占了那块空地养鸡 当时好像也有人提出来 说这是凭啥呀 那么剧委会呢 根据他们家的具体情况 好像是当年派马倩的爸爸 去协调的 是吗 哎 那为什么干脆 不能让马倩他爸 给他找一工作不就完了吗 马在上当时哪有那能力 师父 哎呀您就再给便宜两百块钱呗 这院子空着也是空着 我给您租出去 那好歹也是一笔钱哪 真没见过您这样的干脉 这天也管人养鸡的事啊 行 这事我答应了啊 那就这么说定了 好 好 师父 那我可就带人过来看了啊 好嘞 走了 哎 那现在弄个养鸡场 害我们工作还不好做 这是一溜问题 但你 所以秦翠莲现在去挖厕所 跟这也有关 因为秦翠莲这个人哪 她比较知情达理 她心里也觉得过意不虚 所以她就主动把打扫厕所这事 给承揽过来了 这个秦翠莲通情达理 可是她这个闺女是咋个事 陈晶晶怎么了 陈晶晶更通情达理 她昨天给我打电话了 张佳琪 你在哪儿呢 旁边有电脑没有啊 你上网给我看看去 什么 好好好 我马上看一下 陈晶晶晶 陈晶晶 你又送给程晶晶什么东西了 没有啊 看她的微博 她把你送给她的东西 都挂在网上了 说你在北楠人面前炫富 说你用奢侈品来贿赂她 我正在看 指挥部刚刚给我来过电话 同一个地方地倒两次 你换个错误犯下好不好啊 我 我缺心眼少智慧 这么说你舒服点吗 好吧 我正在处理 然后再给你回报 这就是你送给你闺蜜的小礼物 怎么回事嘛 不是 这什么意思啊 她怎么能这么做呢 她怎么能放到网上呢 那你刚捅了那么大的娄子 怎么不接受教训呢 我就是想跟她交朋友 你们去洞见 不是也跟人家交朋友吗 你不能一厢情愿 人家拿你当朋友了吗 不是我一厢情愿 她口口声声说 要跟我做好朋友的 她当时这么说的 那 那就是这孩子有问题 太过分了 还说我显摆 这些包跟衣服 有什么好显摆的 而且你看这个包 就是我每天背着的那个 她那天说喜欢 我立刻就拖下来给她了 不喜欢可以不要嘛 怎么能要了 最后要说不喜欢 她还给我挂到网上呢 还造谣 有没有这样的人 其实你那个 你想说什么 算了 不说了 你这么好意 可是别人认为这是炫富 真的不是所有人 都可以交朋友的 你怎么想的嘛 昨天 你不 你们不要冤枉我 我这次真的是被陷害的 我 人跟人之间要都这样 还有什么意思啊 我没 不接 不接 你给我等着 喂 喂 你干嘛去啊 这不又捅娄子嘛 华铭 那么接 咱们俩也 来 你的电话 你怎么不接啊 我开车呢 韩局长 您好 华铭 你跟张家琪在一块吗 对对对对 我现在跟组长在一起呢 你们现在在哪儿啊 林山不是去学校找程清清的吗 我们两个呢 准备过去找他林山 你跟他说这个干什么 你让他把车停到路边去 我有话跟他说 好好好 他让我开车 你接个电话 我没工夫 别急啊 论私他是以前妻 论工的是咱们领导是副局长 找个地方接一下吧 靠边靠边 我这忙着呢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我现在是你的领导 张家琪 你都是这么跟领导说话的吗 不要 我就这么跟领导说话 再大的领导我也这样 更大的领导马上就要会会你了 林山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坏 我让你上网看你看了没有啊 你别骂声 说是富人来拆穷人的房 我觉得林山同志啊 不适合这项工作 你想办法善善后 好不好 让他回员单位吧 没门 但是 关于你刚才对我的指示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复了 第一 林山她没做错 第二 就算她做错了 责任也在我 你别给我来这个什么第一第二的 我问你 林山去澄清清学校要干什么去啊 我不希望更大的错误发生 你就别费内心了好不好 就这样 拜拜 又挂挂电话 来 组长 你跟韩局长说话真有兴趣啊 我就不敢跟我老婆这么说话 我要是敢跟她这么说话 估计她会更爱我 吃吃吃 吃吃吃 吃宝宝 吃宝宝 老爸 你 你又叨她 你又叨她 来 吃吃 老九啊 你该下蛋了 听见没有 老爸你乖点乖点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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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子 拿着呢 拿着呢 老九昨天没下蛋你都记住了 他把鸡都编上号了 不是你要喊号 谁是谁他们能知道吗 知道 每天在一块都熟了 沈子 我上次跟您说的那事 您怎么想的呀 我这鸡太多了 那地方能放得下吗 那个地方比您这院子大 如果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因素 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沈儿 你想啊 这青青眼瞅着要交男朋友了吧 交了男朋友得往家带吧 往家带得看着稍微有点面子吧 您看看您这环境 确实是有点乱 别人不理解这一点 这一点我太有感触了 等搬了新居 那生活条件和这完全不一样了 请您再把男朋友往家里带 那脸上多有光啊 您这样想是不是特别划算 是 不 你不管 不管 不一个价 不一个价 那妹子 马仙说得有道理啊 是 沈儿啊 那您怎么想啊 行不行啊 要不 你抽时间你去看一看 你要觉得合适啊 你就搬 这合同要少签哪 你怎么选个好楼层呢 那我这会儿有空 你们有空吧 这会儿能去看吧 能看 我刚才说好了随时去 走走走看看去 看看去给你们看看去啊 组长 我终于明白你们俩 为啥过不到一起 一个呢活得太认真 一个活得太潇洒 我就纳闷啊 你们俩为啥当初能走到一起 林山 你去哪儿了 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 好吧 我提醒你啊 现在是工作时间 我是组长 你必须要报告我你的位置 好 我马上到 组长 你这么做 林山会爱上你啊 胡说八道啊 我没胡说八道 对了 我得解释一下电话那事啊 刚才我并不是一上来 就要接那个韩区长电话 他一个劲地给我打 你说我不敢不接啊 那你就现场直播 不是 那电话一接起来啊 就好像不遥控了一样 对吧 我回去啊 这个事我一定好好总结总结 也不用总结 你把他电话拉黑了 你以后就避免接他电话 我哪敢拉黑啊 我刚才电话里蒙的他 我到现在心里还七上八下的 你说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不用等以后 他一会儿就会来找你 一会儿就来找我 这边 沈子 你看就是那 这院子这么大呀 你主要是特别方便 我估计了一下 离星城的直线距离 不到四百米呢 真是麻烦你了 沈子 你要觉得合心意的话 我就把那个户主叫过来 咱跟他见一面签个合同 然后咱们再去签咱们的搬签合同 有水吧这儿 有有有 专门帮您问了 就是呢 需要拿一个管子把它接出来 行行 还有一件事得跟您说一下 就是现在租这养基没问题 但这卫生啊你特别注意 因为万一有人这么反应 你说是这边又脏又乱 咱们离这新城近 所以得特别注意一下 我请你打扫着点 没问题 不能影响人家 行 那就没问题了 行 那就没问题了 真不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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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觉得怪他怪他 对 陈清清 你再说一遍 陈清清 干嘛呀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什么意思 我真心真意地想要跟你交朋友 送你礼物 你不喜欢你可以不收嘛 你收了在网上胡说八道 你什么意思你 我懒得理你 走 你别走 快回来 放开 你放开 干嘛呀 我一遍真心对你 你为什么要那么对我 真心 真心是吧 你的真心就是这个呀 行了 你的真心 这么贵的包 多少钱来的 两三万 跟我交朋友是吧 你干嘛 还给你呀 你的真心 陈清清 给我站住 别碰我啊 我不愿意跟你做朋友 谁稀罕你的礼物 你以为我跟你做朋友 是当真的 我是骗你的 傻瓜 我告诉你 我就是看你不爽 我就是让大家都看看你 炫富 在我穷人面前炫富 你什么意思你 陈清清 你不喜欢这个包 你可以不要背它 我炫富你可以不理我 但你不能拿了我的礼物 假装要跟我做朋友 然后跑到网上胡说八道 你知道吗 你不能这样做 我就是这种人 你才知道啊 你早一点发现 你就该滚了 你滚得远远的呀 我告诉你 我 我就是这种 我又坏 我又酸 我一肚子坏水 你给我道歉 我都不愿意搭理你 你道歉去 走 我道歉 你松开 我不松 松 道歉 松不松 不松 怎么了 凭什么要她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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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架是吧 来 别以为你女的不敢动手 怎么了 你你给我道歉 打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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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那几个老爷们 要打一女孩子 有点充气 吹住 吹住 有点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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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回事 动我一手指的 我立马把你们拒起来 这边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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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充气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放这儿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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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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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一大人报警 你干什么呀 陈庆兄 你以为你跑得了啊 你这 你没事吧 怎么办啊 你跟林昶达个歉 就解决了 非得是聚众斗殴 聚众打人至残 好好好 有意思吗 我看你们怎么受伤 让你道歉能死吗 我凭什么道歉 他在我们面前炫富 我还给他道歉 我还给他做什么 别擦鞋啊 他是来找你做饲养工作的 是不是 你想想按你的逻辑 他这样一个目的 找到你 会故意在你面前炫富吗 这逻辑上也不通啊 他是来找你交朋友的 你这样做以后没有朋友了 没有了 没有 反正我们这种人 永远不可能和你们成为朋友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 我们家的房子 就算我妈同意拆 我也不同意 好好好 咱们今天不说拆房子的事啊 先说你必须要跟凌珊道歉 还给人啊 霍铭 张佳琪很冲动 你不要冲动 这件事情我就交给你了 好不好 好 这个影响太恶劣了 咱们必须先道歉 你懂这个道理吧 黄铭 你也必须道歉 你不都把人打成这儿了 我凭什么道啊 我就不道 我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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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道 道歉 对啊 道歉 是咱们给她们道歉 我凭什么 去这儿了 陈青青在吗 陈青青在这儿呢 陈青青在这儿呢 我让你把电话挂了 这是我们组自己的事情 我们处理好 韩警长 对对对 我们组长刚才说了 这是我们组自己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把它处理好的 处理好 就按我这个方法处理 先道歉 那个陈青青同学 稍微耽误你一点点时间 让凌珊给你道个歉 好不好 韩警长您听着啊 我给陈青青青道歉 我给他下面都别想了 不是 你脑子被打响了吧 你刚才打的哪儿 不是那儿是这儿吧 什么情道的 不 不 那个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替凌珊给你呢 道个 道个 你可疼啊 你可疼啊 这两个都不能说出 给我这个 你们大人少年好再来吧 就你们这个道歉 道了我也不接受 走了 道歉 来 韩警长 韩警长您听 道歉了没有啊 韩警长 韩警长 对对没事 刚才已经道歉了 他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 而且他们是笑着走的 你听听你听听 好好好 完成得好啊 好 好好 韩队 你凭什么让刘先生跟他们道歉呢 凭什么 你说呢 就是因为性质还没有调查清楚 那咱们跟人家道歉 不等于承认自己错了吗 你作为领导 你应该知道 怎么样才能 你保护好什么下好吗 我现在这么做 就是在保护我的下属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韩兵 我 我跟你没话说 我告诉你啊 我跟你没话说 我跟你也没有话说 我的手机 好 快点 来 来了 叔 你说这回他不会变卦吧 应该不会吧 您这么肯定啊 因为你说的都在理啊 句句都说到心里去了 他这辈子真就活女儿呢 马歇呢 我觉得啊 你以后大可不必羡慕那些有钱的 你身上的常数和优点呢 是别人身上没有的 我有啥呀 你有啥 你看别人做这个工作 是靠政策 权力 当然 也包括自己小小的能力 你不是啊 你首先考虑对方的具体困难 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同样是看病 中西医 聊笑就不一样了 那您就说我是个中医呗 中西医集合吧 那先生 等他们都上楼了 如果你从这儿过 肯定会有些人打开窗户喊 收拾麻钱呢 到家坐会儿来 相反 公 一个土豆子冷下来了 咋你脑子上了 你抬头 连人都找不着 你行不行 那我不能让他们这样 就是啊 所以啊 在这一点上 你最富有 我这么富有 咋就没钱呢 我不想跟你说话 剑上中医 组长 喜剑啊 什么喜剑 那个秦翠莲同意搬迁了 真的 你怎么回来 可能这么突然呢 对 他所有的心思不在养鸡场上吗 我们在离新区特别近的地方 跟他找了一片空地 能养鸡了 他就同意搬了 我跟你说 马倩为了找这个地方 费了不少劲啊 从这点上看呢 很有能力啊 吃饭了 这就是说明啊 这工作就怕用心 对 马倩就是这样 他用心了 他就能想出无数的办法 对对对 马倩 你去找空院子 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咱俩可以一起去啊 那个时候 你不是急着 和程晴晴交朋友吗 都过去了嘛 是吧 只要是秦翠莲同意搬了 一切都不是问题 对对对 来 老爷子 天哪是 对 快来来来来 来来来 这么快就弹下来了 没问题啊 没问题 和亲您商量好了 没商量 不商量了 签了吧 我想着你看为我们家这点事 你们大家伙忙前忙后的 算了我也不落忍 签了吧 没事 他是孩子 这次我当你回家 签完了再跟他说 没事 给 你签那儿就行了 签 签事啊 这个不着急吧 其实签个字很容易啊 大力月回家的 关键是 清清不知道啊 人家当个妈的 你不陪你了解自己的女儿啊 你了解你了解 没关系 没事她不就 没事 签了吧 签了 对 在这儿就可以了 在这儿啊 沈子您的字写得真好 没什么上学 来来来来 客气 摁个手印就可以选房了 好嘞 好 擦擦手 擦擦手 来 来 行了 婶 那咱们可以去选房了 选个好楼层 好嘲笑 选房是大事 让她自己选吧 选个孩子可心的 沈子 您随时可以过去选房 到处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啊 好 好 那你们忙吧 那我送送你 不是 不是你们忙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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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一个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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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也得行 这次也得你去 这次也得你去 妈给你送包子来了 这装的什么呀这是 来 那个你们先走吧 走了 那你们快点啊 走 走了 趁热吃吧 哪儿来得那么大花露水味啊 我怕鸡舌味太大了 那个 妈 嗯 我 我在学校有食堂 以后您别送了 食堂饭能比妈的好吃啊 再说好吃的你舍得买啊 来 吃吧啊 千儿 妈把合同签了 回头选房去你啊 你把合同给签了 是啊 你咋也没跟我说一声 就把合同给签了呢 那他们给咱们养集的地方了吗 要不我咋敢签呢 妈记得你的话呢 人家给咱找了个养集的地方 还把卖鸡蛋的事都给包销了 那我才敢签的呢 在哪儿啊 我去看看去 这就去啊 嗯 那你请假了没啊 你甭管了 走吧 走走走走走 你车放哪儿了 那个 快点啊 来了 来了 看看 大巴这儿 看看 来 听听 不错啊 你看 一点味儿都没有 也不闹腾 也不扰民 是吧 多好啊 等妈把鸡搬过来以后 咱们再多添一点 多买点鸡 多挣点钱给你 你说呢 那你住哪儿 我住新房子去啊 那新房子你没看可好看哪 我跟你说啊 你得请个假 那新房子你来选 妈不管啊 让你选 往后有了男朋友了 到那儿多体面哪 你看 挺好的 你看完了没 清清 怎么了这是 清清 清清 怎么回事啊 行不行啊 清清 喂 你跟谁爱呢 爱你呢 没干吗 没干吗 我听说我妈把合同签了是吧 对啊 合同在哪儿呢 拿来我看看 按照我们的流程 签完了的合同 是没有必要给你看的 你那什么流程啊 我也是我们家一份子啊 我看合同天经地义 拿来 不给 拿不拿 不拿 凭什么不给 清清 没必要给你看 怎么了 凭什么没必要 我也是我们家一份子了 拿来不给 凭什么不给 是 这怎么回事啊 马倩 她想看看那份合同 清清 我问你电话 小儿 你看看 有什么问题吗 清清 你干什么呀 清清 你怎么回事啊你 你干嘛 你干嘛啊 清清 干什么 你怎么回事啊 冲我不在欺负我妈是吧 谁欺负你妈了 你欺负我妈了 我怎么欺负你妈了 就要欺负我妈了 大家今天就把事情说清楚 说 是不是你让我们给你们找眼睛场的 对 眼睛场有没有找着 连鸡蛋包销都给你们找着了 你要干什么 就那个地方 那是人带的地方吗 那本来就不是给人带的地方 那是给鸡带的地方吗 那我妈那鸡蛋 那我妈不去看这呀 那你妈白天去 喂鸡晚上回家睡觉有什么问题 我跟你说我找 反正你 就不然你也赞合同啊 我怎么不能撕啊 没机会我同意就签合同 我凭什么不能撕啊 我再付签一份 妈 都撕了撕了还签什么签啊 这孩子 妈我跟你说啊 如果你再敢签 我就再也不回这个家了 哎 签了签 竹子 我跟她说 陈金星你不要太过分了 这又怎么了 不能 撕了 撕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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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麻烦问一下 那个我是北梁的东迁干部 我想问一下 还有没有那个就业岗位啊 没有了 没有了 对 今天没了 不是这次为了配合洞签 政府放下了很多就业岗位吗 也赶不上北疆的人多呀 你看看这些人 全都是来找工作的 那怎么办呀 没啥好办法 你只能等 说不定哪天还会再放一屁 是这样 我们小组有个大姐 是个寡妇 家庭非常困难 脱家带口的 你看能不能想想 什么其他的办法呀 这忙我真跑不了 不好意思 那 能不能有什么例外呢 那我说了就不算了 你得去找指挥部 去找领导去说 好吧 大家注意一下啊 现在五点半 到下班的点了 大家都散了吧 好吧 明天再来 好不好 喂 领导 您说 哎 好 好 好 行 行行行 我知道了 好 是不是又有了 稍等一下啊 大家安静一下 听我说 我刚刚接到领导电话 领导说明天呢 还会再放一批 新的就业岗位 所以今天咱们就先回去 明天上午 咱们早点来过来排队 好吗 今天就这样啊 谢谢大家 咱俩赶紧晚上 出去吃饭去 吃完饭我们要过来排队 我估计明天 放不了几个工作岗位 来晚的饭没有 好不好 走 回去吃 坐 你们四个夫人老是要欺负我 我跟你说 今天菜你们包了 我不管 谁说的 你说什么 我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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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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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穿一样裤子 你不请客啊 你弄穿一样裤子 干嘛把盒子撕了 要你管 这是我的工作 我还就得管 这样 那个房产呢 房主是我妈 你要做工作找她 别找我 行吗 不过有一点 我要跟你说明白 我家的事 我做主 只要我妈签 我就给她撕了 明白了吗 走 妈 把这边东西看好啊 再丢了东西 好 你在哪儿呢 我今天上你们家找你去了 你爸说你这两天忙得 脚都不连地 都没招家 倩 再能谈谈门 我真不想跟你分手 你说 你要是不愿意 我还能强迫你吗 就是好几天没见着你了 特别想你 想跟你说说话 我 我听你好像在外头呢 你在哪儿呢 我去找你去呗 在人寿局 好嘞 这就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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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你回来了 爸爸在等你啊 等我啊 知道吗 妈妈来电话 随爸爸 马上把你送出去 妈妈今天给你打电话了 其实几天以前就打过了 那也没听您提起过呀 我再给你打电话 我没听说话 就好 我再给你打电话 请你打电话 咱们去打电话 我还不想给你了 咱们去打电话 我再给你打电话 咱们去打电话 咱们去打电话 对吧 我以后 我先不说 我以后 你再给你打电话 我再给你打电话 我再给你打电话 你还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失去生活来源了 我在这儿帮她等一个工作机会 你们拆监干部还管这些 本来不用管 但是她的工作归我做 她不搬的话 我的任务也完成不了啊 至于吗 马倩 一个月赚那么几个死工资 那么吃喝拉撒你也管呢 你快快走 走走走 你别在这儿拉拉折折 你赶紧坐一下 坐一下 吧 这边要所有的 哎呀 你坐 此工资怎么了 那可以让我和我爸爸 体体面面的生活 有什么不好的 那你就知道管他们 你也管管我呗 而且 没了你呗 我的生活都乱套了 多想回到 回到那一天 父亲骑马带我奔跑 草日草获 云起云落 青葱少年 时光吹牢 仿佛回到 回到那一天 我还牵着母亲一跑 那是一首故乡 的河洋 流淌在生命的长调 你是我心上的蒙古榜 原来世上最暖时的怀疤 我还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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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